後芽 我們現在要來排後芽 我用的是下二法 所以是從下二開始排 我們現在要 要讓尺軸擺正點 現在是有點歪的 高度 高度就直接在全尺的遠心角這裡 接續遠心角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針珠牙齒他都是有設計好的 你只要排正之後他就會 順著這個曲線慢慢往下 然後會到 接著我們排到大舊的時候你會發現 大舊的靜心開始就會慢慢開始往上 因為那也是最低點 我們可以用蠟刀對在牙齒這雙鉤上 看有沒有對在我們的牙擊上 切太多 切太多的時候就可以補一些蠟在上面 然後吹到他有點快硬的時候 直接貼上去就可以 立體去 這顆也一樣 一樣對準我們的香菇 我們可以看到這顆排上去之後 咬頭油高漸漸往低 然後這裡就是最低一點 那我下一顆牙齒它就慢慢的往上 我們可以看到這顆粘子 那如果排這樣的話 這顆的往上的角度就會太高 所以我們還是要調低一點 下一顆它的角度才會比較多 這顆沒有這麼突然的往上 然後我們還要記得一件事就是 我們下一顆的蛇側咬頭要比夾側咬頭還要低 造成我們的威爾森曲線 還有一點很重要 我們在用這種簡易型咬頭器的時候 拍牙 它因為它不像其他咬頭器 它這裡會有一種定位高度的針 所以你如果讓兩邊的蠟體沒有接觸的話 那很容易它就會變形 到之後你可能 我現在排前面沒咬到 然後排白白後面 不知不覺它就咬到了 所以我最後一顆不會先排 我會讓蠟體留著去咬它的高度 它的咬合高度就不會不容易改變 那現在要排後牙嗎 上二後牙 我們會先從大舊尺開始排 這樣才能夠確定一尺對兩尺的關係 那我會習慣在 下二大舊尺的範圍 的蠟體直接切掉 這邊我們就把上二放定位 然後直接對下來就好 這樣子就會直接到位 那咬的深度之後再調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下二排得好 那你把上二排上去 它就會直接對到它 該在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從大舊往回排 一樣先插著然後讓它自己去咬 對位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排下來的時候就一定要 讓牙齒是固定好的狀況 不然你咬下去它可能兩顆就一起跑掉 然後再抬上一區 不然你不足 你咬下去 大概不然慢慢跑掉 這樣還要 eco 兩顆就可以了 兩顆也有點燒 先櫻子 就不停 對方 一定要 highlighting 好 現在還要這樣 我覺得可以 某些災 phones 就好 打掌 即是 可以 拍完之後,我們可以從這裡透過光來看有沒有咬蜜 那如果咬不蜜的話,比如說現在以這顆6為主好了 把它周圍的蠟燙軟 那蓋起來,手底的夾側 然後我們把蠟刀貼到舌側 插進去之後,往上翹 抬上去,這樣就會咬蜜 拿個蜜了 然後再把蠟補上去 每一顆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排完這樣 我們就可以開始排另一邊 那最後兩顆就最後在一起排上去就可以了 好,我們現在剩下後面四顆後芽 那我會從下開始排 然後排完這顆就排上面 因為這樣子它這裡有咬到 你再切這裡就不會變形 每顆都可以切成這樣 那還要切成這個方法 我會先切成這個方法 我們先切成這個方法 我們先來切成這個方法 然後我們先切成這個方法 我們先切成這個方法 最後一手就可以把它拉高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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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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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這樣就大致完成 那這顆 我們再讓它搖緊一點 就跟剛剛的方式是一樣 周圍的蠟燙軟 搖起來 一直手抵著夾側 把刀伸到舌側 插進去 往下壓 這樣就自然的搖緊 好,那我們牙齒基本上都已經排到位了 那有幾個重點 就是基本上 蓋起來 前牙 不要咬到 然後再來是 這樣看的時候 你的上顎 它是呈現 往夾側 切斷往夾側的 樣子 然後下顎 直的 或是也可以當偏 但是不要這樣 不要往舌側 舌側是一定不行的 然後 後壓 最低點 最低點是 大舊使的靜心 這裡 它是 由拳使這裡開始 咬頭 往下 往下 緩緩的往下 到這裡是最低點 然後再往上 然後這顆往上的角度 不要多於這顆 這顆比較多 這顆比較多 這顆比較這麼多 然後再來就是 舌側咬頭 舌側咬頭 比腳舌側咬頭低 下額等 這張勾 會對到牙記 這樣 然後還有 一尺對兩尺 我推的是這裡 一尺對兩尺的關係 有的人會排一排 會變成這樣 一顆對一顆 這樣不行 那如果一開始 你對排牙還沒有很自信 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排牙板 它可以這樣對上去 那你只要確定 你的咬頭都咬到 就是正確的 這樣子去練習 就可以了 那這個 我們下面會附網址 下週我們就會來教各位 如何做齒肉 如果說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 追蹤我們喔 我是一名牙技師 專門幫醫生做假牙 我們下週見 如果是誰 我們下週見 在看 有人有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